我想基本上 因为我们刚才所掌握的票数 那目前我们的票数确实开得不错 那么我认为我非常有信心可以胜选 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所有 包含我们中山区跟北松山区的选民 那么愿意给我机会 让我再次的为大家服务 那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去年在1月8号补选 事实上短短的一年的时间 真的非常非常有限 那么我要做的事情 还有我要服务的地方 要为我选去做的事情还很多 所以王伯卫会继续努力 继续为大家打拼 谢谢大家鼓掌喝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第一件事 我们明天就会开始卸票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段时间事实上我们也是 一直用吉普车用宣传车来扫街来拜票 那明天就是要卸票 那我们卸票时间可能会蛮长的 从礼拜一开始我也会站路口来做卸票 因为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选民 在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环境 而且事实上我们是觉得还蛮遗憾的 我们的总统大选的票数不如预期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非常感谢 所以我大概 明天我们就开始再做卸票 那下礼拜一开始 我们应该也会开始都会站路口 再跟我们所有的选民来说谢谢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对我自己的表现 我很难打分数 但是我自己本身非常努力 那么我对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也感觉到非常满意 非常感谢 然后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 那么我要特别特别的谢谢 包含我们中山区 我的后援会的成员 包含我们的总会长 还有陈长南总会长 以及我们的林坤摩主委 还有我们的庄副主委 还有我们所有后援会的成员 他们现在也都在现场 像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书干台里长 跟那个就是李志勇里长 他们也都非常非常帮忙 那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台北市党部 我们的黄旅主委 我们黄旅主委在这段时间里面 事实上他一直真的是 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花很多精神 一直在帮我们吹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样的一个成绩 这样胜选的成绩 是属于我们团队所有的人 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团队 包含我们的助理 还有这段时间里面加入我们团队 跟我们一起打选战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果 是属于我们所有团队的 对还有的 要特别感谢万安市长 他是台北队队长 而且在整个选举的过程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是跟其他县市的候选人在抢人 不过万安市长事实上 在我这个选区 因为原来他的本命区 所以他多次的陪我去扫市场 还有在宣传车 还有站路口 所以我觉得我这次慎选 跟蒋万安市长大力的力挺 在他的本命区 那么再次的让我可以得到 我们选民的信任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有很大的注意 谢谢 谢谢 感谢胡扎康备 谢谢 好 谢谢